水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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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泼蛋最常看到就是 班尼迪克蛋 半生半熟 漂亮的白色圓形的樣子 非常難做對不對 錯 兩分鐘教你搞定 首先呢 起一鍋水 加入三匙醋 醋的作用呢 是幫助你的蛋白凝結 等水滾的時候呢 我們打兩顆蛋 分別打在兩個碗裡面 熬水滾了 我們用一個湯勺 剩時鐘畫出一個漩渦 蛋也順時鐘放下去 這樣蛋白呢就會很容易把蛋黃 包覆成球形 讓它滾大約兩分鐘 那是因為你的蛋的大小 還有你用鍋子的 不一樣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稍微的壓壓看 像這樣 蛋白熟了 稍微有點硬度 中間摸起來還很柔軟 像枕頭一樣就OK了 包起來呢直接放到冰水裡面 這樣呢可以減緩 它蛋裡面的熱度 繼續煮那個蛋黃的作用 擺盤前呢稍微呢 把它邊邊呢跟微 把它剝掉 修飾一下 OK 啊 Look at that 好 以上就是如何做出水波蛋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做出 班尼迪克蛋的荷蘭醬呢 可以參考我們的教學影片 還有更多的問題 在底下留言給我